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丧尸死亡后变成的幽灵便能入侵到基地内部 人们只能躲在小屋里 等待幽灵时间过去 虽然这一点有点不科学 既然幽灵能入侵基地 为什么不能入侵小屋呢 不过恐怖电影追求科学就没得看了 将就看吧 基地内除了小震态与小良妞 还有一对情侣 一对机友等人 小震态有个摄影机 情侣男借了小震态的摄影机跑去和女朋友玩去了 估计是惯惜老师的徒弟 喜欢留下证据 第二天还给小震态时还没有拿走 结果被小震态看了个宝 算是给小震态做启蒙教育了 小震态是喜欢小良妞的 但小良妞嫌小震态小 当然是年龄小 地下基地的药品不够用了 于是人们开始组织去仓库搬运药品 路上会经过丧尸群 所以行动一定要慎重 三个男人去搬药品 但情侣男在回去路上不停地抱怨 还动手抱怨 被队友扔进了丧尸群 回去之后只说他自己掉进了丧尸群 晚上幽灵时间又开始了 小震态因为害怕 跑到了心中暗恋已久的一名士兵的小屋里 两人接吻后便睡着了 某天 基地里出现了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表示自己的家人都被丧尸感染了 离这里不远 人们为了寻找更多的幸存者 开始搜寻四周 小亮妞通过情侣女告诉士兵自己爱她 情侣女以为士兵对未成年的小亮妞做了什么 心里很气愤 在搜寻的路上 情侣女看到被感染的情侣男一下呆住了 幸好士兵男把情侣女拉开 但自己却被情侣男感染了 情侣女舍不得开枪打情侣男 对于这个刚刚救了自己的士兵却毫不手软 几枪就把士兵解决了 但此时基地里已经闯入了丧尸 还感染了小震态 不过小震态很奇怪的没有变成丧尸 也没有死亡 有人说要马上击毙小震态 但犹大阻止了 因为小震态如果是免疫的话 他就是人类的希望 但最后人越来越少 基地还是失守了 无奈之下的人们跑到了地表 四处围过来的全是丧尸 小震态拿着摄影机录下了最后一段视频 抬头看向天上 却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月亮 是蓝色的 当然那不是月亮 月亮不会那么大 也不会那么蓝 当镜头向远处拉伸 看到了月亮 原来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地球 这就是核战之后的地球 而人们所在的基地 原来是月球 它们只是在一个基地里 而且是唯一的基地 电影虽然有很多bug 和没有交代清楚的地方 但却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经典之作 虽然并不出名 但却在国际上收获了多项大奖 而且可以说是同类型恐怖悬疑片的鼻祖 让我深感惋惜的是 小震态与小亮妞 人类发动核战争 与它们毫无关系 却要它们承担后果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 最后那被破坏的千疮百孔的地球 这颗原本蔚蓝而美丽的星球 在人类战争的破坏下 到处充满岩绒与爆炸 这是人类造成的 而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拥有了 造成这种破坏的能力 只能寄希望于永远不要有这一天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想要品味经典 订阅电影公园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